我接下来会把你送到斑斑幼儿园去照顾小孩子们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 而且你不可以把他们变成怪兽,不然你就完蛋了。 那好吧! 你好呀,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四眼水母的宝宝呀。 你拍一我拍一,我们都是小猫咪。 嘿嘿,机会来了! 口渴了,来喝饮料吧。 你好呀,水母哥,我去这什么情况啊?你到底干了什么啊?还好你不是把宝宝变成这样啊。 看招,笑死我了。 真搞笑啊。 不许你伤害他。 他想伤害我的孩子啊!你怎么敢呢? 我没有啊。 当你欺负小孩,给我介绍! 冤枉啊。 谢谢你啊! 随便吧,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,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紫色大裤衩,我想他应该是躲起来了。 所以在找到他之前我们会一直保护你的,直到他出现为止。 我是谁啊! 什么呀! ». 感谢观看